我 怎么样 陈总 今天这样的宴会带着你一起 算不上我小气了吧 大气大气 牟总一直很大气 只不过 到目前为止 您对我还是不是很信任 我对牟师和恩义自然有我的打算 今天要你做什么 你做就是 不要给我扔麻烦 牟总放心 反正现在 我也没什么可扯淡的资本了 这样最好 小燕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宴会还有三十分钟就可以开始了 宾客们应该很快就会到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姐 收手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该回去好好休息 牟总 你弟弟的身体确实没什么大碍 如果你想看到什么证明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拿给你看 但我们今天来 是有别的事情要找你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以后再说 非常抱歉 现场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大家先一步贵宾休息区稍坐休息 那里为大家准备了茶点和饮品 我们走吧 走吧 走 走 先去这边 走 龚总 你今天把我弟弟带过来是什么意思 是对恩义在我手上有什么不满的吗 你可别忘了 当初合同是你签的 现在又动这种手脚 似乎有点不太讲规矩吧 合同是我签的 但那也是在你的威胁之下 我才签的 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且不提 我今天来 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做个两段 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活动 秦初 回去吧 既然我们今天来了 有一些事情 就只能在这儿谈 秦初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吗 如果你想承认的话 我不会让你太难看了 胡说八道 我承认什么 牟总 你看着我干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你是想让我赶他妈儿围出去 你觉得他们会挺火的吗 东欧 不管你想诬陷我什么 今天这是我们的家事 秦初 你先回去 我这边结束之后 我会回来找你 到时候 我会诬陷 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牟总 我哥的死 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跟我哥是恋人关系 但你为了掩饰这层关系 针对石晓年做了很多事 你在无意中发现她的漫画里 画了有关于你和我哥的恋情 所以 你为了不让整个事件败露出去 对她下手 对我下手 甚至对你的亲弟弟下手 目前处的车祸 就是你直接导致的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石晓年 什么漫画 你少拿你女婆我的事情扯到我头上 石晓年的漫画 是我哥死后 我在他车里发现了唯一的证据 漫画的某一页 一对正在过生日的情理 画的就是你和我哥 对吗 就算她画过什么 也只不过是漫画 怎么能说明是我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是你意见 是你自己太敏感了 小念她只是在当天的漫画上 想标出了日期而已 4月18号 你的伤人 却连我也是把整件事情 串通起来都能想到这一点 但你却怕被把发现这段感情 把事情一步步闹到今天这个地方 我根本不在意 你是不在意 你以前之所以在意 是害怕你爸 发现你和我哥的关系 但后来你几乎拿下了 整个牧师的控制权 你再也不用受你爸的控制 但你却还是一意孤行地 要把所有人都毁掉 这又是为什么 故事编得很精彩啊 工作 姐 我们找到陈燃了 她重演了很多事 陈燃只收我一个助理 陈燃只收我一个助理 她说我的话 并没有声明 陈燃已经把事实的原委都告诉我了 她承认了木千初的车祸 是她导致的 也承认了这幕后的主使就是你 木雪 我哥哥的死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你的头上 但现在我有了线索 如果这件事情从头查到尾的话 瞒是瞒不住的 真的够了钱 到此为止 好吗 好吗 秦初 爸妈知道你今天要来了 知道你为了把我逼到绝路上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可真是成长了 爸爸木石交给你 也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秦初 你这样逼我交权 跟我又有什么区别 他和你还是有区别的 他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拼尽全力努力地去争取 做错了的事情 他也可以勇敢地来承担 而你呢 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 物极必反的道理 牧总一定懂 再这样搞下去 牧师和恩怡就都是你的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这样吗 繁身和技术 我还保得住 所以我希望你 要怪我 你怎么能干 既然你这么能干 今天的这场宴会 就是我为你办的 希望你真的可以 撑得住场面 我 你怎么能干 你这么多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能干 我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能干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